与我们孩子交谈并倾听他们的故事 大家好 您将听的一个视频是比较长的 但是还是请花时间把它听完 因为视频谈到了很重要的问题 在我们一开始谈论的课题 到结尾设计的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的孩子每天都面临着许许多多的挑战 他们和我们一样有着很多的情感 这种情感无论是对过去现在和未来 无论是喜乐悲伤还是愤怒与恐惧 他们每天都会有很多不同的情感活动 身为他们的父母 我们对孩子幸福健康的成长 起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如果我们能够一直保持与孩子们 自如轻松的交流情感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与我们的孩子交谈并倾听他们的故事 大家好 您将听的这段视频比较长 但还是请花时间把它听完 因为视频谈到了很重要的问题 在我们一开始讨论的课题 到结尾设计的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的孩子每天都面临着许许多多的挑战 他们和我们一样有着很多的情感 这种情感无论是对过去现在和未来 无论是喜乐悲伤还是愤怒与恐惧 他们每天都会有着很多不同的情感波动 身为他们的父母 我们对孩子幸福健康的成长起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如果我们能够一直保持与孩子自如轻松的交谈情感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在我们生活中分享快乐的情感 往往是比较容易的 但分享悲伤时的情感通常是很难的 因此许多孩子不知道应该如何分享表达他们的情感 因此作为父母 我们经常是通过观察孩子们的行为举致 而不是他们所说的话来了解他们的感觉 所以这就表明我们必须了解我们孩子的行为 以获得了解他们真正的感受 这样我们才可以与孩子们谈论情感 并让他们知道 分享感受与情感是正常应该的 随着孩子们年龄的增长 身体和大脑的变化也会导致我们行为的变化 我们必须要记住 孩子们有时会无言无故把我们推开拒开或发脾气 我们不要为此感到大惊小怪 有时这种现象是正常的 随着孩子们年龄的增长 他们会更愿意与自己的朋友一起度过时间 而不是与家人守在一起 他们的行为和个性的变化 有时也会因为他们想取得朋友的喜欢 而随之发生变化 这就是我们有时很难知道 什么是孩子们的正常行为 为什么又是我们应该为他们而担心的行为呢 虽然对孩子来说 新交的朋友是一件正常的事情 但如果您的孩子不愿意让你认识他们新交的朋友 这种迹象就有可能 他们或许有什么事情在瞒着你 或者跟随而来的还有种种其他迹象 例如您的孩子中断与他原来朋友的联系 同时也显示出不愿意和家人在一起 甚至放弃他们原来喜欢做过的活动 比如运动画画看电视 还有他们的睡眠时间也在变化 或经常更愿意独自一人待着 甚至不想去上学 做作业也越来越有困难 他们的学习成绩可能会急剧下降 有时也有可能会把贵重的物品送给别人 如果您看到这种种迹象 想与他们交谈时 请一定记住要耐心温存地询问他们的情况 不要逼迫他们回答你的问题 要告诉他们您一直会守在他们身边 支持保护他们的 如果您注意到孩子的行为非常不同以前 感到孩子似乎很伤心 那么与他们开始一次耐心的谈话 是非常重要的 通过谈话来了解在孩子们身上 可能发生的事情 然后再提出一些帮助 还有时候您只需要静静 请听他们诉说 您不需要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 只通过保持好奇心来询问 使孩子感到谈论表达自己的感受 是一种可以被人接受的优点 而不是一种缺点 您可以说 我注意到你最近经常为些小事生气 一切还都好吗 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吗 我听说你在学校表现不那么好 有什么事我可以帮助到你吗 你过去喜欢和朋友们在一起 共同度过时间 现在你在家里 很多时间都独自一人度过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如果你的孩子说我没事 但您的感觉是有事的 您可以说 我注意到你最近的行为有些改变 你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改变吗 或者你也可以说 我很高兴你没事 但我仍然注意到你的行为有所改变 我想知道到底是什么事情导致了这些变化呢 通常您的孩子很可能不想和您讨论所发生的事情 您也可以缓冲一下说 那我们一周以后再聊聊好吗 或者说如果任何时间你自己感觉不舒服 我都在这里 我们可以随时交流 向孩子表达你愿意耐心倾听他们的故事 并保持好奇的心理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如果孩子愿意谈 就找一个安静私人的地方 也许是在车里开车的时候 只有你们两人 表明你正在全身贯注的 请听他们的诉说 您比任何人都更了解您的孩子 您应该相信自己的感觉 如果您认为自己的孩子有反常 您可以寻求受过专业培训人员的帮助 我们社区中都有受过专业培训的人员 他们可以与您的孩子直接交谈 在您与您孩子交谈时 您可以告诉孩子 在学校里也有可以交谈的专业人员 例如学校中的学生顾问 学生的老师 如果您对孩子担忧很大 您和孩子也可以寻求孩子家庭医生的帮助 您也可以直接与孩子在学校的老师交谈 同时社区的案件经理或社区的宗教服务人 他们也都可以提供非常非常有效的帮助 您和您的孩子可以一起拨打手机上的988号 这个号码将帮助您联系到在线的咨询师 咨询服务师将会与您和您的孩子讨论感受与发生的问题 在线咨询也提供了口译翻译 您或您的孩子还可以给这个号码发短信 号码是741741 并输入单词homehome或数字4063 对于孩子来说 发短信通常比打电话更容易 所以请把这个号码给他们 我们选择来到这个国家 主要的原因是我们都希望为我们的孩子提供一个更好的生活机会 所以当我们看到孩子不开心时心里很难受 当然与孩子谈论感受是重要的 但我们一定要切记 无论是对家庭孩子和自己来讲 我们的社区都随时可以提供专业人员的帮助 永远记住 有些专业人员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 一定不要孩子独自面临困难去挣扎解决 谢谢您的倾听 谢谢您的倾听 感谢观看